我個人的感想是 其實我沒有那麼的喜歡豐數商所 為什麼 我當下就問她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交換聯絡的方法 就是那段時間我就只跟她 大家好我是鍾子通 那個歡迎收聽今天的無料案內索 嗨大家好我是芝芝 歡迎收聽今天的無料案內索 哈囉我是上班不要看的瓜姐 AKA台北市議員邱惠傑 歡迎大家收聽無料案內索 我那時候 我一個月至少搭訕了可能60個女生 然後不是每一個都有成功到很後面的地步 但是因為我每個都有聊天嘛 然後我因為太多人了 所以我還要有一個筆記本去記錄 我跟每一個人講到哪裡 因為我可能會忘記 我上一次跟她講到什麼東西 幹你是高Games啊 那個攻略那個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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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好感度兩顆星 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 那個筆記本到現在還留著 那你敢公布嗎 我可以給你看他的標題叫NAMPA NAMPA 這個就叫NAMPA 然後我這邊就會有 哦吼吼吼吼吼吼 就是對 因為我覺得 你跟女生在聊天的時候 他其實很在意你 你有沒有把細節記起來 譬如說他的名字 他在哪裡工作 他說他小時候什麼 媽媽發生船難怎麼樣 就是你這些事情不能 你把那些小細節 偶爾提出來的話 他就會覺得說 你在哪裡 他在你心裡是有地位的 對對對 而且因為我這個有一個邏輯就是 因為我覺得很多男生犯錯的地方就是 他們太急著在第一第二次約會 就想要達到成果 因為我有一個邏輯是這樣 我從來不會主動 就是因為我的經驗是 你只要不要太瞎 你只要好好跟人家出去約會 兩三次 然後你都什麼都沒做 其實很多女生 他如果真的對你有好感 他就會覺得 你怎麼還沒有做 你怎麼還沒有做 那你鐵定是一個聲勢 那我可以 我可以相信你 所以我會主動 或是女生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不夠 對你不夠吸引力 他可能會再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其實 本來就不要把這個當成 因為你如果一直很猴急 其實女生會有一個反應是 她覺得 是你欠她的 是你想要的 對 是你很想要啊 那好 OK我施捨你啊 但是你們的關係就被定位在 就是 是你欠她的 等於說 有高有低的 只有我給你才能要 對對對 可是我不想要把關係定位成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不想在下面 對 我也不是說我要在上面 但是至少我希望這個關係是一個比較 相對來講比較平等 就是說我 我其實可以 我沒有真的想要你的 占你的便宜 我可以單純只是跟你吃飯聊天 但如果 有什麼進一步的話 絕對不是因為我好色 所以 才做這件事情 欸瓜吉是高級的渣男耶 哦 對 我承認 我承認那段時間是有 是這樣沒有錯 很厲害 這是高段班耶 你才應該去開那個搭訕的 YouTube 欸我跟你講我自認啊 我覺得我 我應該算有點厲害 沒有沒有沒有 你是真的蠻厲害的 認真 這樣子是高段的 哦 對 因為我也碰過蠻多渣男 所以就哦 有這個是我遇過 應該是前段班的那種水準 就這種技巧 嗯 厲害 謝謝 謝謝 好可惜收三了 對我現在就真的是 因為我覺得 你第一個年紀也不小了 然後第二個是 我現在也就是跟我老婆結婚了嘛 那我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有一個 沒有結婚以前都會有一個疑問 就覺得說 欸結婚 結婚不夠就是跟交往的另外一個 進階的形式 那如果我今天就是 跟別人交往 就是篤定要跟他交往一輩子 那跟結婚不是一樣意思嗎 那為什麼非得要結婚 結婚也不會改變什麼 沒有我跟你講 結婚會改變非常多的事情 因為你當你進入結婚那個狀態的時候 你知道說你要跟他分手 已經不只是 單純的你想或不想 他牽涉到法律 道德 倫理 各種層面上的一些困難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覺得 反過來講 這有點像是你簽了一個商業契約 一般來講 我跟你簽了一個商業契約 我鐵定不會隨便違約的吧 我一定會遵照合約去做 我一定會覺得違反合約 是一件超級不合邏輯的事情 可是很多人結婚 我覺得我部分男生 他們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心態 他們會覺得說 其實如果真的不得已的時候 違反合約也就罷了 其實我覺得這才是 最莫名其妙的想法 你都已經簽了 嗯 你就不能夠抱著一種 其實我不小心違反合約 沒關係的心情 對啊 所以我是這樣 哇 對啊 很屌欸 好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做法啦 這是讓子回頭的渣男 但是我必須要講 我自己承認就是說 我絕對不是一個好人 我有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我也非常的自私 只是說 我也不想讓我老婆不開心 所以我常會跟我老婆 我講如果我老婆跟我說 其實我覺得你出去玩玩 我也不會太在意 我跟你講我就玩爆了 我鐵定不會 所以他應該沒有講這句吧 他不會講這句 哈哈哈 他知道那一句一講之後 OK Yeah 那是Party 哈哈哈 所以我其實是很忍耐的 就是因為他的關係 好我知道你不行 那我OK 我fine 那我不要搞 那你為什麼會願意把 婚姻這個枷鎖 放在你自己身上 我覺得這個是 男生跟女生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先講這個不是說 我不是要推廣這個男女不平等的概念 我現在講的是一個社會現實 就是當一個男生到40歲之後 如果你有很好的工作 那你也找到了自己的優勢的地方 其實男生的市場價值是水漲船高的 你不會因為你的年齡而下降 但女生不管你長得多好看 你保養得多好 甚至你有很好的工作 不管 但是40歲之後 你的市場價值就是下降 對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情況下就是 我覺得我的青春的時間點 然後我最遜的那個時間 這個時候這個時間 他是一直陪著我的 但是不是等到他40歲 他開始 我剛講的所謂的這種 市場價值開始下跌的時候 我才突然之間覺得說 我現在好像蠻受歡迎的 所以我應該要拋棄我的老婆 去跟另外一個人在一起 我覺得我會有一點 好像不應該這麼做 你知道嗎 因為我曾經跟別人聊過一個話題是 如果你今天在我25歲的時候問我說 你覺得那個女主播好漂亮 你敢不敢去追他 我一定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 女主播感覺上好像是 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你知道嗎 現在在我這個年紀 我根本不覺得那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都會覺得說 女明星又怎樣 我說真的我想追 我不是說一定追得到 但是 但是你不會覺得 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不會像以前 那麼感覺遙不可及 對啊 我覺得那個就是 你只要有足夠的誠意 足夠的手腕 如果對方剛好 也對你是有一些 有好感的 有好感的 其實我覺得這一切都是有可能會成立的 可是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不應該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台北市議員那個工作呢 非常有價值 我也覺得我很努力在做 我沒有覺得我愧對這份工作 應該要有的責任 但是問題是 我也必須要講 這個工作從來沒有讓我開心過 因為它就是一個情緒勞動 那經歷過這次 你還會 想要再參與政治嗎 我覺得政治是人無法逃避的啦 呃 你就算不做議員 嗯 你只要還活在這個社會上 你就遲早會遇到一些議題 你還有很多的意見 嗯 我覺得我是一個沒辦法裝瞎的人 嗯 所以我覺得我最後還是會跳進去火海裡面 去被火烤一番 這個大概是很困難 可能用不同的形式去參與 但是不可能逃避掉 不可能逃避啦 但是 但是至於說要不要再參選公職這件事情 我不會說一定不可能 我不是要預留什麼空間哦 我只是覺得人世間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嗯 但是我覺得我如果還會做這件事情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除了我以外沒有人會做 哦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如果如果今天有一個議題說 欸我覺得 全是全台灣幹沒有一個人認真在處理 啊 如果我真的很想做 就只有我能做 好啦我舉一個例子來講好 我沒有對那個議題有興趣 譬如說像 謝和弦不是想要去選 嗯 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知道 謝弦 他他理由是覺得大麻合法化 也是捨我其誰 不過我必須要坦白講一件事情 這個大麻合法化跟議員 一點關係就沒有 哈哈哈哈 他完全不能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我我只能說 他選議員這個層級 我不會說完全沒有機會 可是對於他推動的工作 哦我覺得幫助很有限 他如果真的想要幫助這件事情 他必須選立委 可是選立委 完全超過他現在做得到的 的確實差 那完全難度不一樣 對我這樣說好 議員你可以是一個武黨籍 你可以是一個怪人 嗯沒有問題 因為你只要那個選區 百分之五的人支持你 你有那五%選票就贏了 對 可是如果你這樣選立委的話 你需要45%以上的選票 你才會贏 嗯 因為你要一半以上的 都支持你嘛 對 好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你要45%以上的支持你 你覺得不管是國民黨 或民進黨 兩邊都不支持你 有可能嗎 不可能 我跟你講到了立委這個層級 幾乎沒有五黨籍素人的空間 你一定要投靠一邊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譬如說 柯文哲選市長 他也是得到民進黨的幫助 他才選 然後陳柏惟 他是激進 他去選 可是他也是得到民進黨的理讓 他才能去選 也就是說他有點像計程車一樣 你開計程車 你想要不領牌 不靠行 太困難了 很難 做自營很難 對 可是你只要一靠行 你就不可能是獨立自主的身份 你說你要推動大麻合法化 你覺得民進黨或國民黨 沒有答應你 你可以做這件事情嗎 對 所以這就是我說的政治問題的難度 你很多很高層次的問題 其實你想要獨立去 你知道嗎 我想要用 對 太難了 不太可能是這樣 真的 這個性專區 我當然不會說不好 我也覺得很認同 而且我也在很多的地方我都有講過 我其實有過非常多這種風俗場所的經驗 嗯 然後 可是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我雖然有很多風俗場所的經驗 但是我這樣游歷了一番之後 我個人的感想是 其實我沒有那麼的喜歡風俗場所 為什麼 其實原因是這樣 我還是喜歡有一點點感情的交流 所以 我後來其實有做一件事情 就我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後來發現 我還是喜歡跟人有感情的交流嘛 所以我去那種樓縫那種地方的時候 我遇到我真的覺得 聊得蠻合得來的人 我蠻喜歡的 我當下就問他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交換聯絡的方法 然後我後來 就維繫了 就很長一段時間 就是 就是那段時間我就只跟他 你就只消費他 對 然後我跟他單獨施約 可是我必須要說 這個行為呢 我事後知道 其實是會被打 是會被剁腳筋打死 哈哈哈 因為你會害小姐暈喘 哦 不是 我想的是說那個 負責管理的那個公司 對 你繞過他 因為你繞過他 就是他少收一份錢 哦 對 但你說小姐可能是另外一個問題啦 但我覺得我那時候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希望 有真的情感交流 對 我們是可以像朋友一樣 然後聊一些持續性的話題 不是每一次都在認識一個新的人 然後我們 對 但是問題是 這個有一個取巧的地方 是因為我有付錢 所以我也知道 我不需要負太多的責任 哇賽 頂級渣男 我覺得就是一直在認真 從剛剛 從剛剛開頭就一直發現 哇 真的 這個人真的是 欸 瓜吉真的很會玩耶 但我那個是我個人覺得 心裡最舒服的一個狀態 嗯嗯嗯 就是喜歡打戀愛泡 但可以不用負責 對對對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我不需要 好像每天都擔心說 欸你是不是今天身體不舒服 哦 那我趕快送個雞湯給你 我可以完全省略這種事情這樣子 哦 或是你今天為什麼又不講話 還是你要吃 等一下要吃什麼 這些完全 麻煩東西完全不用想 對 就是用錢買方便 對 但是我們之間彼此又可以有一些 還有這種 曖昧的感覺 有點 哦 我今天很想你什麼之類的 對 還可以撒嬌什麼之類的 對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哇 好棒哦 好棒哦 就這種感覺 我有分享過一個酒店的故事 對 就最近發生的 嗯 就是這個這個實在是很好 因為我我那天正好因為某些原因 我非得要去 酒店 哎呀真是的要去酒店 哈哈 沒有辦法 哎呀 幹嘛 好 我跟你講 我非得要去酒店一趟 然後我本來心裡想說 我也沒有特別什麼微服初尋還是幹嘛 而且因為那天去的正好也是一個 我十幾年前會去的酒店 就是麗媛 你知道嗎 麗媛在中奧東路那個 統領樓上那邊 啊你聽不懂 我不知道 好不怪 不沒關係 他就所謂的便服店 嗯 好不管啊 然後我就去那麗媛 啊但是十幾年前沒 十幾年沒去了 所以我相信 不管是少爺啊 經理啊 小姐啊 然後都換人了 應該都換人了 所以應該都不認識了 所以我覺得也無所謂 我就走啊 我就搭電梯 然後上樓 門打開 然後那個少爺看了我一眼 大概愣了兩秒 就說 議員請問一下什麼事嗎 哈哈哈哈 我沒有 我沒有要 刻意怎麼樣 讓大家認識或不認識 可是我覺得我一走上去那一瞬間 就被認出來了 所以你說我能怎樣 我真的 確實你空間很限縮 你連在搭訪 沒有你只能去弄隱私性很高的 我跟你說 我曾經跟別人聊過這個話題 對 你看 什麼 很多明星啊 什麼 或任何人 什麼去酒店 然後亂搞 然後被傳出來的時候 是少爺講的 還是幹部講的 還是誰講的 通通都是小姐講 為什麼 因為小姐來來去去的 他對於店是沒有忠誠心的 幹部一定會維護店的利益 所以他一定會保護你 對 可是小姐不會 小姐他可能隨時突然之間說不做就不做了 然後他們也可能在這個職業道德上 也不是見得很 很有啦 很有職業道德 所以他就會 就會把這件事情說出去 那你說我今天去一個很高級的地方 然後那些小姐是一樣的狀況啊 哦 你懂我的意思嗎 招待手也沒有意義啊 還是會被流出啊 因為那些小姐就是你看 不是常常會有一些某某什麼知名人物 講說什麼老二很小啊 然後 玩的時候很殘啊 什麼的 這種東西聽了就是 我 哦 我說真的我就是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基本上我早就跟這件事情 已經是絕緣的狀況 然後後來也是我跟上班不要看的湯瑪士 聊這個話題 然後湯瑪士這時候 我其實只是單純在講我的心情 我沒有任何抱怨的意思 可是我覺得他可能有一點在擔心 就是說 啊老闆最近是不是心情很不好 很需要放鬆一下 然後呢 然後每天都有這些煩惱 但是不知道該如何 我幾個口風緊的來啦 不是 後來隔了幾天他給我一個Excel表 那個他說 他說這是我爭疑的所有的越南仙子的 哈哈哈哈哈 欸你那個表很棒耶 那個Excel表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他就說你那些人應該都不認識你 哈哈哈 欸對 可是我當下就說你白癡喔 我哪會需要 然後我就立刻不理他 然後這件事情就隔了 過了兩年過去 然後兩年過去之後 因為那個時候 有一天我無聊 我不是想要用 我只是單純的突然想起那個Excel表 然後我就開始在 我跟他的Line還有Slack 還有各種通訊 開始找 在找 欸到底他什麼時候傳給我 哈哈哈 我找了一個晚上都沒找到 哈哈哈 然後 然後後來我就 我後來忍不住就問他說 欸 那個表 現在到底是你用什麼訊息傳給我 我真的找不到耶 但我不是要用 我只是單純的好奇 那個表到底什麼 因為我一直沒打開來過 然後 他就說 啊 那個表現在早就需要更新了 那我再更新一個給你好不好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說不用 不用算了 算了 欸那瓜姐 應該從當YT到現在 再當 再到當政治人物 就是其實我們有發現你有一個特質 就你被情勒的 那你超容易被情緒勒索 哈哈哈 很嚴重 你只要被情緒勒索 你一定掉的到你 政治人物也是一個很容易被情勒的職業 對啊 你知道我今天 我來你們這裡之前 我正好在開會 我們每周的例會 例會我們一定都會討論 有什麼公益團體 有什麼東西 想要邀請你去幫他們站台 說話 拍影片 贊助他們 什麼之類的 然後因為我一天到晚 就是掏錢出來贊助很多活動 當然他們都是很好的組織或團體 可是我的助理都會講說 你是不是發瘋了 就是你 所以你到現在還是很容易收勤了嗎 這真的是可能是個性的問題啊 我其實也會給自己定一個界線 就超過我也是不能做 可是可能我界線定的比較寬 所以導致我 你界線太寬了 所以 所以常常我的助理都會說 你是不是發瘋了 你又常常被勤勒 然後又容易被挑釁到 可是我跟你講 我精神狀態正常的時候 我是不會被挑釁 就是我很多時候 我就是很chill的時候 等一下 什麼叫精神狀態正常 就是如果我這幾天都睡得很好 然後吃得也很開心 你如果睡眠狀態比較不好的話 你會看到 X的照片就嚇起來了 有可能 欸我跟你講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就是 我有一個 我那個 我正好在演出前 一個小時 因為那個演出 我壓力很大 我很怕演不好 我還在背台詞 那時候我精神超級緊繃的 然後就在那個時候我助理 突然直接跟我說 老闆我跟妳講一件事 我剛看到一個什麼訊息 然後妳給妳看一下 然後我一看 我整個超級大爆 你跟X的照片放在一起 然後我直接就直接發文 他媽痛幹丟 然後 然後 我幹丟完之後 我演出完 我整個壓力解除 我突然覺得說我剛是發瘋 就是妳知道嗎 好爽喔 就是我 我其實只要 自己是正常狀態之後 我是不會生氣的 可是有時候 我就會進入一個緊繃狀態的時候 像汽車一樣 就是容易照起來的 對 而且我後來就有跟我助理 講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我覺得 你們跟我在一起了一段時間了 他到底是瞭解妳 還是不了解妳 你們要瞭解我的一個pattern 其實所有 我會壓力很大的時候 都是我要準備 某一個演出的時候 譬如說舉例來講 我可能今天晚上 正好要直播前的半個小時 那個時間點 我可能還在想 腳本有什麼不完美的地方 如果在那時間點 你跟我講任何有爭議的事情 不要講半個小時 前三個小時 我都有可能會爆炸 譬如說我 我現在要上台表演的那一天 可能那一整天 我可能都壓力很大 所以你們自己要知道 就是說 要避開妳的地雷一點 對 你們不要在那個時候 給我看任何刺激的東西 我一定無法承受 所以妳FV 別開的時候 通常就是那個時 妳會演出或是 妳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時候 所以我才說 真的 其實你也不想造起來 我也不想 我其實很多時候 我也都是 譬如說週末 我常常可能騎著摩托車 或騎著腳踏車 到處去亂晃的時候 有時候我看到一些 很極端的這種辱罵 我也是 好好好 我也覺得 還好吧 那時候沒事 這真的是這樣 就是我 我其實是比較是 時機點的問題 我也知道這個東西不是好的 那我也覺得我應該要 減少這部分的次數 可是 我覺得也許等我卸任 可能會好一點吧 我希望啦 我希望我卸任之後 就 不要 不要這麼多 讓我覺得刺激的事情 可能我就會更加平靜一點點 我覺得台北市 你養車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譬如說 你有老母 需要看病 你有小孩 需要接送 另外一個就是 你想要拔妹 你覺得要帥 想要上摩鐵 對 要上摩鐵 或者是你要帶她去海邊 你不能走進去 很 很瞎 我也是有看過啦 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人 我以前有一個朋友 他有一個理論很有趣 他很喜歡在網路上約炮 然後他就說 他第一次約炮一定是 把對方當成是 就很尊重他 在開車帶他去開房間 如何如何 但是我第二次開房的時候 我一定是自己先進到 旅館裡面去 我跟他講防號 然後直接叫他來 這很像外送場 他說他有一個邏輯 為什麼 他說 因為他只是想約炮 他不是要交女朋友 如果他不能夠接受 這種羞辱他的方式 就表示 他終究有一天會 暈船 對 就是我先給你個像嘛 喂 是啊 但如果他接受這種羞辱的方式 還願意跟他打炮 那才是暈船啊 哎呦 這個是另外一個邏輯 哇 邏輯鬼才 哎真的耶 就是已經暈了 才會死心踏地 所以我才會 你也被這種羞辱的方式 真的耶 被像 對待外送茶的方式 還沒有收到錢 還這樣子去跟打炮 我還要自己走進去 哇 這好像有一點道理耶 你朋友被打敗了 哈哈 但是他當下跟我講那個時候 我其實心裡有一種 又被說服是不是 我有一點違被說服 我剛剛也覺得這個是有道理 可是你講這個 我才覺得 天啊 傻啦 他才是會暈船的那個 好啦 因為我說一句實在話 後來回想一下他的經驗 還是有幾個女生 有很明顯就是在暈船 也是搞亂七八糟 對啊 但那個人真的是很壞 那個人真的 很壞 我人生 我 但你剛剛說我渣男對不對 我覺得我真的都還好 我覺得我算是有原則 蛤 不能講 不能講 然後 他很 他很有名嗎 沒有沒有沒有 哈哈哈 好 那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但是他就很好笑啊 就是他 我覺得他最扯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 他曾有一次在網路上 遇見和認識的一個 17歲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